BGM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son Yang 楊家輝 如果要我選一首我最喜歡的貝多芬作品的話 我就會選Piano Sonata的第十五號 第十五號算是他中期的鋼琴奏鳴曲 相比起他一些晚期的Piano Sonata 我覺得他整體來說 中期我覺得好像人情化一點 晚期的作品無論是結構的複雜程度 或者一些Musical Idea 去到另一個Musical Idea中間的Transition 都是比較成熟 但是那種滴水不流有 讓我覺得好像沒那麼有人味 那在第十五號的Sanata 第一個Movement 就去到中中地間 二百二十幾個Bar的部分 你會聽到一個多長的聲音 一路越來越大聲 有些就好像想捱到它的Climax 但突然之間無論是Musical Idea 自己本身 那個Development 或是Dynamics 都一聲就好像突然間斷了那條戲 那是一個Transition來講 就是compositionally 就不是一個最graceful的Turn 來的 但是那個很不隱藏的那個 有些像發了一個脾氣 然後就說 夠了 這樣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很有人味 那這個是我 第十五號Piano Sonata裡面 其中一個 favorite的Moment voilà 的 你 沒有 在這裡 所以 我們要學校的 こうなる 有的